這三個月發生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你看我到了現在才把這三個月的影片剪出來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把它全部整理出來 五件重點來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項呢當然就是去美國啦 就是我去美國三個禮拜自己一個人 然後去看了一個展覽叫做NAB Show 那看到了非常非常多東西 那也有很多特別的東西呢 我把它做成影片 但是放在另外一個頻道 不是這一個頻道 我放在一個開Studio另外一個頻道 那連結我會放在上方或下方 有興趣就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一個腳架在展場中真的是超酷炫 那就是YCONI的PINETA 那我已經入手了 現在我已經在使用它了 那我也拍了一個開箱跟分享影片 如果有興趣你可以去參觀一下 在美國這三個禮拜中 我看到非常非常多 像是文化不一樣 或者是他們的習慣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還蠻特別 所以我應該還會再拍一集 就是美國什麼什麼什麼 十項不一樣的地方 之類的這種影片 那就是大家敬請期待囉 第二件酷炫事情就是我們全家在六月初的時候到韓國首爾玩了一整個禮拜 那很特別的是我們沒有一個人聽得懂看得懂不會說韓語 就完全不知道在幹什麼 就是一個不知道在幹什麼 然後也沒有任何計畫 重點是也沒有任何計畫 我們就是隨心所欲 然後我就查了一些好吃的餐廳 所以我們有點像是去一個禮拜的韓國美食之旅 嗨 怎麼這麼剛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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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氣 我的名字是Veronica 他去大陸的時候你有錄一段 祝你大陸的時候你有錄一段 祝你大陸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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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件事情就是我去台北 台灣 全世界最大的一個電腦科技展 叫做Computex 那是在5月跟6月中間這一段時間 那我去看了幾次啊 那覺得就還蠻有趣的 那裡面東西就是 比較商業 然後就是各種零件 或者是還沒發表的東西 然後或者是 已經在現場發表的東西 就有一些很酷炫的 最新最尖端的一些 科技產品 在裡面可以看到 哇 太讚了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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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四件事情就是 你目前看到這個影片的頻道 這個王靖凱凱U1 台灣這個YouTube頻道 它其實營運得不是很好 就是它的各種相關的數據 就是看起來就是很不漂亮 因為其實就是我的關係啦 就是我想要拍什麼我就拍什麼 然後所以變成有人可能對這個主題有興趣 但對另外一個主題就沒興趣 所以我的觀看的觀眾 然後YouTube不知道到底要推給哪些人 所以變成就還蠻慘的 我拍的影片也都是像是 某一項產品啊或是幹嘛的 然後來分享 那變成那一個產品如果很熱門 那這個影片就會很熱門 如果那個產品完全沒有人看 那我就會完全沒有人看 所以我在想辦法說 要怎麼樣去用另外一種方式 有點像是跟大家分享說 哇賽這個東西很酷炫 而不是深入去探討說 欸它的優缺點還是幹嘛的 就是這個頻道需要再想一下 到底要幹什麼 然後所以我還有另外一個頻道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Non-Edit Non-Edit我之前就是說 就是所有沒有剪輯過的影片都丟上去 那我後來越玩越有趣 就是因為我很多很多影片片段 其實是蠻有趣的 我才會把它拍下來 那每一個有趣的片段 你把它全部撿撿撿撿撿撿撿 變成一個長的影片 然後放到我這個主要的YouTube頻道 我只有一個標題跟一個縮圖 能吸引觀眾去看我的影片 所以可能那個縮圖啊那個標題 做爛了 那就沒有人會來看你的影片 那我另外一個Non-Edit 它變成你有一百個片段 你就有一百個標題 一百個縮圖 那你就可以有一百種機會 可以讓別人看到你的影片 然後一百種的人可以看到 喔這個標題很酷選 我想要點進去看 就有更多的機會 有分散風險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會持續的上傳在Non-Edit 然後我也把它放到 上方跟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可以看一下 反正就 多玩玩不同的方向 來看看 會發生什麼事 撤離 GO 你真的忘記了 你真的是很厲害 掰掰 下路為什麼下路不會上的 好 謝謝 掰掰 謝謝 逛逛人 第五件最後一件事 就是我這幾個月在玩的事情 就是我在玩蝦皮 就是一個購物 然後線上的購物平台 那我在上面有賣一些什麼惡熟啊 還有或者是全新的東西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 變成我們可以 有了可以面交 那我們就可以跟 各種攝影師交流 或是你想要跟我面交也是可以 你就跟我買東西 你就可以跟我見面 然後跟我聊天 然後 就很有趣 然後我還會順手 給你一張名片 然後你就可以回去 好好的 看我的YouTube之類的 我覺得這是還蠻酷炫的機會 那惡熟的東西 就是我把我有一些 可能不常用的東西 我就把它拿上去蝦皮拍賣 那其實效果還蠻好的 就 因為我都賣便宜亂賣 然後變成大家都會狂賣 然後我已經寄出好多好多件包裹了 就每天都在 跑超商 然後在那裡店到店寄送 然後在那點點點點點 還蠻好玩的啦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上面就是賣一些各種 攝影器材啊 科技產品的東西 就是我有興趣的東西 我就賣 就這麼簡單 好